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攻击是在去年12月25日,当时的导弹攻击造成三名叙利亚军人受伤。 旭梅称,以军战机空袭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导致机场仓库,受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原野军方消息报道说, 11日23时15分,许以军战机向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发射多枚导弹,去防空系统实施拦截并击落大部分导弹。 以军空袭造成大马士革国际机场一座仓库受损,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其他财产损失报告。 叙利亚交通部人士表示,遭到袭击后,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运转正常。 新华社记者11日深夜,在大马士革接连听到巨大爆炸声,并看到多枚防空导弹从城市以南地区升空以色列政府和军方,尚未发表相关声明。 确认是否对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实施空袭以色列长期指令,伊朗在叙利亚扩张势力。 强调绝不容忍伊朗将叙利亚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。 近年来,以色列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,对包括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所在地区在内的叙利亚境内多地实施空袭。 以色列时报报道截图浙江新闻家,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12日凌晨报道。 根据叙利亚军方消息,当地时间11日晚11点15分,以色列空军战机向大马士革发射了多枚导弹叙利亚防空系统,对大部分导弹进行拦截。 报道称,袭击仅对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一处库房造成了破坏。 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本次袭击发表回应报道,引述叙利亚交通部消息称,该次袭击危对大马士革机场交通造成影响,在去年12月25日晚。 续方曾称,以色列战机导弹击中了一个大马士革附近的武器库,造成三人受伤。 综合新华社,国际在线,环球网等。